大家好 我是華倫 歡迎來到愛故事 愛故事頻道 我喜歡聽故事 希望這些故事能帶給您想像力 思考力 判斷力 以及創造力 讓我們一起來聽故事吧 上次我們說到 這月王勾建終於成功的滅了吾國 逼死這夫差 他終於可以再次踏進吾國宮殿 不過這次呢 他是以戰勝者的身份進來 看看台下 這大臣們恭喜的聲音可是不絕餘了 哇 聽起來真的是很舒服啊 欸 他看見薄皮也在台下 他請著薄皮上前來說話 薄皮一聽 他心裡想 嘿嘿 之前要不是我這月王早就死了 怎麼說我對勾建也算是有救命之恩 沒想到他一上台就想到我 真是夠意思啦 這薄皮一上前呢 正準備說成恭喜大王 賀喜大王 但這話還沒開口啊 這勾建卻先說話 勾建跟薄皮說 薄皮啊 我記得您是夫差的相果不是嗎 這夫差現在人在漁航山下 你怎麼在這沒去陪他呢 說完 勾建請人送薄皮去漁航山下 好好的去賠福財啊 就這樣 薄皮全家被殺 而之前取得越國的金銀財寶 當然又是回到月王勾建的手中啊 月王勾建的對話說 我殺薄皮是為了彰顯武子去的中心啊 這吾國之所以會走上今天這一步 都是這小人搞出來的 其實勾建呢 是希望藉這個動作呢 來移轉吾國民眾仇恨的目標 達到安定吾國百姓情緒的效果 解決了吾國之後 勾建北上大會其進宋如等諸侯於徐州 而這徐州會盟呢 與齊桓公的奎秋會盟 靖文公的劍土會盟 以及之前吾王夫差的黃池會盟 合成春秋四大會盟 這勾建還不只會盟而已哦 同時 他還取得了周天子周元王封賞他為東方婆主 換句話說 他可是官方公認的新霸主啊 比如說來參加會盟的諸侯國各個位居越國 連南方的楚國呢 也因為害怕越國的軍事力量而前來示好 這可是讓勾建地位 像是做直升機一樣 由地下到天上啊 回到吾國空間之後 勾建請您做首歌 來對自己歌功頌得一番 但這歌詞之中呢 說的都是他自己的功勞 對於文總范黎的功勞卻是輕輕帶過 范黎一聽這歌詞呢 他知道 勾建是不想表彰他與文總的功勞 這就表示他們兩人功高震主 勾建對他們已經有猜疑之心了 隔天 這范黎前去向勾建辭官 這勾建一聽他嚇一大跳 欸怎麼會啊 我都還沒有好好講賞你 你就要辭官 這不行啊 我越國還有許多地方需要你幫忙啊 范黎說 大王 人家說要是國軍被人羞辱 這臣子就必須以死暴打 當初我們兵敗會計的時候 我就應該以死謝罪了 不過為了報仇 我才會保留我這條小命一直追隨你 現在 越國成功的滅了五國報仇 我想應該是我離開的時候了 大王 若是你可憐我 我希望你能免除我再快機兵辦的死罪 讓我歸隱三年終老一生好嗎 勾建聽完之後留著眼淚說 不行啊 我不准你走啊 我還沒有好好報答你協助我的恩情欸 我就一句話 留下來 我跟你共享越國的榮華富貴 但是若是你堅持要走 我可以免了你的死罪 但你老婆可不行 她必須死 范黎一聽 大王 這是我的事 跟我老婆什麼事啊 勾建說 我話已經說了 你好好的考慮一下吧 這范黎點了點頭說 好吧 你讓我回去想一下吧 說完 范黎轉身離開了 當天晚上 范黎帶上她老婆 是誰 就是這個西施了 兩人只帶著簡便的行李的 連夜搭乘小船 逃離越國 前往這奇國去 不過這西施到底是不是被范黎帶走了 其實是有很多版本的 有的人說西施是死在亂軍之中 也有人說 勾建的老婆認為西施是個王國的妖孽 所以呢 他把這西施呢 給沉入江中淹死他 那比較特別的說法是呢 這巫國人民呢 認為這西施害巫國滅亡 所以呢 將這西施裝在袋子裡 投入江中 後來呢 有人將這袋子裡打撈起來 但是裡面呢 卻是一堆蛤黎 所以啊 有人將蛤黎稱之為西施蛇 不過好像聽來聽去 跟范黎逃走這個版本 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就讓西施陪范黎 一起逃去奇國好了 這逃往西國之後呢 范黎改名為赤衣子批 後來 他在齊國白手起家 經商之父 被齊國延攬成為相國 但三年之後 他自覺術大招風 所以再次辭官 善金家財 以求名字而保身啊 最後 他落腳在定陶 再次改名為陶祝公 由於定陶這個地方 是當時天下的交通藥充 往來有許多國的商人啊 所以呢 這范黎呢 再次從操就業進行貿易啊 而且沒多久呢 他便再次靠著經商之父 因為范黎是以陶祝公的身份 經商之父啊 所以有人將陶祝公尊稱為財神 而有趣的是啊 其實范黎也寫過兵法 但是失傳了 更好玩是什麼 他還寫過一本養魚精靈 這可是史上第一本講述養魚的書籍 不過很可惜也失傳了 這裡還要打個岔 因為據說有一次啊 范黎的二兒子啊 因為在楚國殺人被捕 然後呢 要被判處死刑 范黎對此表示啊 殺人草蜜是應該的 但是呢 他不希望他的兒子呢 在大街上被人家斬首 所以啊 他叫他小兒子啊 帶上一牛車的黃金 去找這楚國大臣裝生來進行觀說 但這件事呢 被他大兒子知道啊 他大兒子一聽 欸老爸 你怎麼那麼不相信我啊 這舊弟弟的工作應該要交給我啊 你怎麼會交給小弟呢 范黎跟他說 沒這樣的事啊 因為這件事呢 你弟弟去呢 會比你更適合啊 但是大兒子呢 堅持自己要去 要不然他就死給范黎看 范黎一看 這樣不行啊 所以最後沒辦法 他還是決定讓老大去啦 在出門之前呢 他再三提醒著老大 你呢 只要把錢交給終生 剩下的他叫你怎麼做 你就怎麼做 你什麼都不要管 這樣才有辦法救你弟 你知道嗎 這老大說 就這麼簡單的事啊 好啦 我一定會辦好的 說完了 他起承動身啊 來到楚國一見到莊生啊 這老大一看 不會吧 這莊生原來是個窮光蛋啊 那他能幫上什麼忙啊 爸爸是不是糊塗啦 莊生在了解范黎的意思之後呢 他請范黎大兒子呢 將這個錢留下 並且呢 要范黎大兒子 趕緊離開這楚國 他跟他大兒子說 這件事我會處理好之後回復范黎的啊 若是幸運 你弟弟會被釋放 但你千萬不要去打聽 是什麼原因知道嗎 說完 他趕緊打發這大兒子走了 那大兒子有離開嗎 沒有 他怎麼看呢 就覺得莊生很不靠譜 所以呢 他不但沒離開楚國啊 還私底下 用自己帶來錢呢 去賄賂楚國官員 想要營救他弟弟 那這莊生到底有什麼好方法 可以營救范黎的二兒子呢 有的 這莊生沒有錢啊 就是因為他很清廉 而正因為他很清廉啊 所以這楚王一直很尊敬他 就像尊敬自己的老師一樣 這莊生在收到范黎的請求之後呢 他故意用天象不好 楚國可能會有災難 要這楚王大赦天下 就可以免除楚國災難的理由 來說服楚王 由於楚王對莊生的話 像來不成懷疑啊 所以當下就決定 要大赦天下的犯人啊 而這不明就里的范黎的大赦 一聽到楚王要大赦天下 他想 誒 那這莊生什麼都沒做 就拿這一大批黃金哦 所以呢 他跑去找這莊生 要回這批黃金 莊生你看到他嚇一大跳 你怎麼還在楚國啊 這大赦也不管莊生問他什麼 反正呢 他就是來要回黃金的 那莊生原本就沒打算要這批黃金 這是因為呢 以他跟范黎的邀請啊 就算沒錢他也會幫忙的 他之所以先收下呢 就是擔心范黎的大兒子啊 看到他不肯收錢啊 可能會誤會他不願意辦事 所以才先暫時收下 他原本想說呢 等到范黎的二子被釋放之後呢 這樣這二兒子啊 將這黃金帶回去 但沒想到啊 這范黎的大兒子啊 不但不聽話啊 甚至懷疑他 而且言語之中呢 還有五路的意思 哇這讓莊生非常生氣啊 他將這黃金呢 還給了這范黎的大兒子之後呢 他跑去跟楚王說 大王 我聽到外面有傳言啊 人民都在傳啊 你之所以要大赦天下 是因為想要免除桃主公小孩的罪 所以我建議啊 這是大赦 其他人都可以 但是呢 就不要赦免這個人 以免你的好意打折 這楚王聽完之後點點頭 就這樣 范黎的二子被處決了 當老大帶著自己的弟弟死訊回到家中 大家都非常傷心 而老大他自己呢 更是怪罪自己沒有聽范黎的話 一切按照莊生的建議進行就好 范黎安慰大家說 算了吧 你弟原來犯人就是死罪 原本就不該活下來的 而老大你 你也不是不愛你弟弟 你不是想花自己錢去救他嗎 其實啊 我當初會讓你小弟去啊 就是因為你小弟從出生以後啊 我們家裡的環境就變得非常富裕 換句話說啊 你小弟根本不知道家以前是如何辛苦得來的 要是他去啊 他花錢的時候 他是眉頭都不會皺一下的 甚至啊 他也不想讓自己辛苦了 所以呢 錢人打發的是 他會花了錢就走人了 但你不一樣啊 你從小跟我們吃過苦 對財富會比較執著 所以你才會有這些舉動 唉 只能說這都是命啊 大家別難過啊 哇 這段范黎的插曲實在有過長的齁 那講完了范黎的插曲呢 我要再把時間回到他離開五個時候了 這月王勾金一聽 他臉色大變啊 什麼 好你一個范黎 竟然敢給我不告而別啊 他問文總 那你知道他去哪 有辦法追回來嗎 文總說 欺品大王 范黎平常出的公事 私底下與我互動並不多耶 他這人呢 總是計劃好才行動 我想啊 要追回他恐怕有難度耶 勾金一聽了 他壓抑心中怒口說 算了吧 既然范黎堅持要這麼做 那我就成全他吧 范黎離開五國來到齊國之後呢 他寫的封信請能交給文總 這信上寫著非常有名的一句話 那就是 叫兔死走狗噴 飛鳥進涼工藏 什麼意思啊 就是兔子都死光了 那還要裂口做什麼 所有鳥都沒了 再好的弓箭也要收起來了 用來比喻四成之後啊 有弓之人急遭殺戮 或是被拋棄的命名 范黎告訴文總 勾箭這個人脖子長嘴巴尖 從面向上來看呢 就是可以共犯難 但是無法同享福的人 你趕快找機會離開吧 完了 我怕你性命就不保了 那文總有聽范黎的建議嗎 很可惜 並沒有啊 因為文總覺得 范黎的疑心病太重了 所以 根本沒把這件事當一回事 那文總會有好下場嗎 我們接著說吧 這勾箭滅了無果之後呢 他並沒有大心封賞大臣 因為他認為 這之所以滅了無果 主要的還是靠他自己忍辱負重 其他的呢 只不過是把自己分裂的事做好了而已 大臣們萬萬沒想到啊 當初大家這麼挺勾箭 結果他竟然這麼小氣 所以大伙們不約而同一一告老還鄉啊 而文總看到這狀況呢 再想起范黎的信 他也開始裝病不上朝了 剛巧這時候 魯國的魯外公呢 與魯國的三款發生糾紛 他跑來越國來找個勾箭借病 想要除掉這三款 勾箭雖然口頭答應 但是卻遲遲不肯動病 為什麼 因為 他擔心這文總 他擔心文總人在越國 要是他領兵去攻打魯國 這文總會不會給他來個背後放冷箭啊 就這樣等著等著 等到魯外公都死了 總是會有一些多事小的 看出勾箭心中擔心的事啊 他們跟勾箭嚼舌跟著說 哎呀文總的確是個人才啊 沒有他 越國是無法滅了武 不過現在無國沒啦 這文總的才能就沒有用武之地啊 哎呀好可惜啊 不過換句話說 以文總的才能 要是他想要造版 恐怕越國也拿他沒有辦法 是不是啊大王 這岳王勾箭哪里不知道這道理啊 但是 要除掉工程 總要有個好理由吧 還記得勾箭是怎麼叫服差之境的嗎 既然不知道要怎麼暗示 那就直接說出來比較快 這勾箭假裝來探視文總的病情啊 那文總一聽到 蛤 勾箭來了啊 既然是假裝生病 所以總得裝一下吧 他假裝自己病得很重呢 還要起身迎接勾箭的樣子啊 這勾箭安慰了文總幾句之後呢 請他躺下來好好休息啊 而他自己呢 則是找了位置坐了下來 並且 將他身上的配件解了下來 接著 他問文總說 你當初有提供我滅武國的七個策略 我不過用了三個 這武國就滅亡了 那剩下的四個沒有機會用 你覺得 這剩下的四個策略 可以用在什麼地方呢 這文總回答勾箭說 大王素成愚昧 我真的不知道這些計策 除了對付武國 還能用在哪裡啊 這勾箭笑笑說 沒錯 這些計策呢 只能用在對付武國 嗯 要不這樣吧 剩下的四個計策呢 你可以幫我帶到地下去 去除掉武國的先人嗎 說完 勾箭起身離開 什麼東西啊 帶到地下去對付武國的先人 那不是要文總先去死 文總一看 欸真的欸 勾箭雖然走了 但是卻留下一把寶箭 他拿起這寶箭一看 箭上刻著屬肉兩個字 還記得這把屬肉箭嗎 就是當初夫差送給吳子序 志文的那把寶箭啊 文總看了探口氣說 唉 范黎當初叫我快逃 我不信 現在竟然有了這種結局 文總啊文總 你怎麼就這麼傻 看不出勾箭是這種小人啊 接著文總又大笑著說 這屬肉箭可是殺了吳子序啊 現在我可以死在這箭下 以後在歷史上 我將跟吳子序這樣的人才齊名 也算是件不錯的事啊 哈哈哈哈 就在這笑聲中 文總將屬肉箭往這脖子上一畫 結束了他辛苦奮鬥的一生啊 少了范黎文總這兩位大臣幫助 這越果再也難有作為啊 所以這故事鏡頭 我們要再次轉向這禁國啊 之前說過 這中行士以及范士輩族 禁國只剩下智、韓、趙魏四大家族 正所謂學好三年學壞三天啊 這四大家族看到七國天使四軍專權 結果諸侯之中竟然沒有人敢站出來說句話 那這表示什麼 這就表示他們也可以一樣畫葫蘆啦 大家開始來個搶封土地大作戰 各自開始佔領土地啦 只不過還沒有成王 這搞著進出宮的土地 竟然比這四家還小 基本上呢 這進出宮的狀況跟齊民宮已經差不多了 那後面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先從這造勢的造樣開始說起啊 我們之前有說到 雖然這智、韓、韓、三族聯手 成功了滅了這中行士以及范士之亂 不過之後照樣呢 卻因為風賞問題 與志士關係弄僵啊 後來在造勢謀成董安玉自殺後啊 這造勢與志士才表面修好 重新恢復同盟啊 那照樣哪裡不知道 今天這混亂的局面下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 現在照樣已經老了 他必須趕緊找一位妥當的接班人 要不將會獲言造勢全家啊 但是要找誰來接班才對呢 啊對了 聽說這孤步子卿啊 他現在仍舊在我這 我可以請他來幫忙看相啊 千萬別小看這孤步子卿啊 這個人呢 可是被尊稱為相仁術 也就是算命中看相的祖師爺哦 不過說也奇怪啊 之前會看相的也不止他一個人 怎麼這孤步子卿就成了祖師爺呢 這是因為啊 聽說這孤步子卿啊 曾經幫孔子看過相 而且呢 他準確的說出啊 孔子對後世的影響不凡 另外呢 這司馬千在史記上啊 還把哈爾史記的記上了一筆 加上啊 他是第一位提出 長相奇特就是聖人說法的人 所以說啊 很有可能是因為有名人的加持 加上良好的市場區隔 才讓他登上祖師爺的寶座 那好啦 我們現在回來說這孤步子卿 看他怎麼說吧 這孤步子卿看了看照樣所有的小孩 告訴他說 嗯 沒有一個有當將軍的樣子 這照樣一聽 不會吧 這麼多沒有一個啊 哇 他非常泄氣耶 那這不表示我肇事有可能要被滅除了嗎 那孤步子卿說 沒那麼嚴重吧 我剛進來的時候有看到一個小孩 那小孩倒是有幾分將軍相貌 我猜他也是您的兒子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你沒有把他叫過來就是了 照樣一聽 你是說無序嗎 哎呀他不行啊 他媽媽只是我一個婢女 因為他的出身卑微 我想他跟將軍的位置沒啥緣分 所以我就沒讓他出來見人了 孤步子卿聽了之後笑一笑說 他是不是有將軍的命是老天決定的 不是你跟我 要不你請他出來 我幫你仔細看你給我確認一下 照樣一聽 也好吧 他跟旁邊人說去 去叫無序進來吧 這孤步子卿呢 在仔細看過趙無序的相貌之後呢 他點了點頭告訴趙央說 嗯 我一開始判斷沒錯 您的兒子之中 只有他具備將軍之相 這趙央聽完之後呢 只是笑一笑點點頭 並沒有多說什麼 他在謝過呢 並從孤步子卿離開之後 開始認真思考這問題啊 之後 趙央將所有的兒子都找來 來給他們個學習測驗啊 結果不出所料啊 只有這趙無序對達如流條理分明啊 嗯 看樣子 不像是收買算命的來幫忙說好話的 而是真是一塊料 好吧 既然這樣 這趙央決定了 將繼承人一味的 改由這趙無序擔任 一天 這製搖啊 也就是製香子 怒氣沖沖跑來找趙央說 趙央 這鄭國竟然敢不來朝共和禁國耶 我想要出名攻打他們 你的意見怎麼樣 還能怎麼樣 這製氏在四大家族中勢力最大 這趙央又不想得罪他 只好答應啊 其實啊 自米兵之盟之後 靖國已經多年沒有對鄭國用兵了 之所以會突然間想要討拔鄭國 主要原因並不是因為鄭國沒有進攻 而這之前啊 這鄭國偷偷幫著忠行士以及犯士 對抗治航趙威士家 所謂有仇不報非君子 這製氏掌權的自相子 在勢力穩固之後 開始要拿著鄭國來開刀 這製氏與肇氏聯軍啊 很快就來到鄭國邊境上 但是呢 剛好遇上這大雨啊 軍隊難以前進 而就在這時候 船來齊國向國填衡 親自率領軍隊前來救援這鄭國 這製氏子心想說 撒 這麼大的雨 我看他連河都過不了吧 還說來救援 想太多了吧 這根本是來做做樣子了吧 那真的是這樣子嗎 這打聽消息的市民回報說 抱 這田橫催促大軍強行渡河啊 這自相子一聽 不會吧 完真的哦 他心裡想 我不過只是來教訓一下鄭國 可沒打算跟你齊國拼命耶 欸這可不行啊 若是近期交戰 就算是獲勝 我軍也必有損傷 啊這不就讓韓兆衛三家 撿個削弱我勢力的現成便宜嗎 欸這買賣不划算 於是呢 自相子對外宣稱 我出門之前戰普 只有問到近政一戰 我軍會獲勝 但是呢 並沒有戰普到與齊軍交戰的結果 何況現在這雨實在太大了 不適合戰鬥 大家沒有必要在這與齊軍一戰 我們就先退兵吧 就這樣 這場仗呢 最後以不了了之收場 四年之後 這自相子看準的司機 再次領兵出政 討伐鄭國 這次 因為趙央生病 所以 改由趙無序 隨至世出征 這靖國大軍 快速抵達到鄭國邊境 那鄭國 要與他一拼嗎 鄭國的大夫四弘 告訴鄭勝公說 主公 這進軍來得又急又快 齊國恐怕無法及時來救援我們 不過沒關係 我看自相使這人好大喜功 我們只要視若讓他長到甜頭 他應該很快就會撤軍了 真的如四弘講這樣嗎 這自相只只要長到甜頭就會撤軍了嗎 這進政大戰一觸即發啊 後面還會發生什麼事呢 這故事會如何發展呢 我們到下次才能跟各位說囉 好了 今天就先說到這 若喜歡我的故事 記得動動您的手指 給我五星評價 或是追蹤訂閱以及分享哦 當然 也歡迎您留言分享你對這一集的想法 或是 您也可以請我喝一杯咖啡或是飲料 讓我有持續創作的動力 其實歷史就是頂層階級的生活紀錄 了解他們的思考方式以及作業模式 才有機會改變您的未來 謝謝您來聽我說故事 我們下次再見囉